天灭曹家 天王大卫啊 林孙曹子丹是何等英雄弃搏 却生出你这样愚蠢怯懦之子 本忠蠢牛不如 曹魏警出三年十二月 统帅大军刚刚平定了辽东叛乱的司马懿 还在回市的路上 突然收到了魏明帝曹瑞的手遇 让他立刻回京面胜 司马懿预感到有大事发生 当即抛下军队 一昼夜急迟四百里 回到洛阳见到了曹瑞 原来曹瑞突然身患重病 已到弥留之际 考虑到太子曹芳年仅八岁 难以处理政务 曹瑞安排了两员顾命大臣 俯理朝纲 其中一人是司马懿 另一人则是个叫曹爽的后生 两人地位平起平坐 共掌国内外军政大士 司马懿是曹魏元老 这有资格与他分享至高权力的曹爽 又是什么来头 曹爽比司马懿小25岁左右 父亲是已故宗室重臣曹真 从小就谨慎稳重 长期担任曹瑞的亲信 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曹瑞之所以在脱钩时 把曹爽排在司马懿前面 就是看中了曹爽的忠诚 帝王之助 臣子的忠诚永远排在首位 司马懿历经曹魏三代出将入下 能力没问题 但只有与宗室曹爽的忠诚相辅相成 才能帮助年幼的曹芳稳定天下局势 曹爽并非靠着阿谀奉承上位的弄臣 实际上他的政治能力很强 在曹家第三代中算得上顶尖水平 手下的环范丁密等人也都颇有谋略 不过作为宗室弟子 曹爽并无大功于曹魏 一朝成为首府大臣 执政根基较为薄弱 反观司马懿 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胜他一筹 司马懿已经不是第一次担任顾命大臣的角色了 上一任皇帝曹丕临终时也曾脱估 将曹锐托付给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四名重臣辅佐 那时候 司马懿的地位和现在不能相提并论 曹丕世事后 司马懿凭借秦斩孟达抵御蜀汉平定辽东等功绩 扶摇之上 逐步成为了曹魏最顶级的重臣 曹爽对司马懿深深忌惮 新皇帝刚即位时 他心低调了一段时间 觉得司马懿比自己年长许多 威望又高 所以主动拿低作小 对待司马懿像父亲一般恭敬 观察了一段时间 等位子慢慢坐稳了 便开始着手架空司马懿 抑郁独揽大权 曹爽之所以要架空司马懿 一说听了亲信何彦的建议 认为中央权力不该让司马懿等外人染指 一说他想要进行政治改革 所以必须要越过以司马懿为代表的释迦门法 还有一说 他贪心不足舌吞相 看到曹方年纪小 想要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无论出于哪种动机 亦或者是三种动机并存 司马懿都不可避免 成为了曹爽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曹爽的心慈 司马懿起初并未觉察 此时的他兢兢业业 一心为曹魏鞠躬尽瘁 并没有想到 这个表面攻欠的后辈曹爽 有朝一日竟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对手 经过前期缜密的谋划 做好万全准备的曹爽 先下手为枪 打算从架空政治权力 与剥夺中央军权两个方面 对司马懿进行打击 第一回合 曹爽对司马懿先打出一气左勾拳 目的在于架空司马懿的政治权力 政治斗争与军事战争一样 讲究师出有名 笑灭虎曹爽秉承着他一贯尊老爱幼的风格 紧奏小皇帝曹芳将司马懿升为大司马 一来让司马懿在官位上高估自己 显示尊崇与豁达 同时也可以麻痹司马懿 这件事还没有落实 就已经在曹爽的暗中授意下 传得人尽皆知 等到朝廷官方承认了消息 准备封司马懿为大司马的档口 他随即又派人散播舆论 表示之前几人大司马都死在了任上 这个岗位不太吉利 司马懿是社稷之臣 国家栋梁可不能被克死了 怎么办 天子一言九鼎 话都放出去了 总不能临时反悔吧 大司马这个岗位不合适 只能换个岗位 但怎么换呢 要是换了岗位比不上大司马 岂不就显得皇帝与朝廷小家子气了 恐怕司马懿心里也不会好受 正当朝义纷纷的时候 曹爽事实发生 先把七嘴八舌的官员们批评了一遍 接着正义凛然地表示 司马懿老前辈年高得少 是国家的社稷重臣 怎能被如此怠慢 老师说 大司马还配不上司马懿 要封还是太傅最合适 曹爽援引东汉初年 汉明帝封上开国老臣邓宇为太傅的例子 认为司马懿立下的封公伟绩 足以媲美邓宇 要封就封太傅 太傅位列三公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 由于级别太高 再去掺和具体工作就有失国家体面了 所以一直被当作荣誉虚职 邓宇虽然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功臣之首 汉明帝基本是把他当作一个吉祥物来对待了 地位尊崇 却没有什么权利 两年后 邓宇并逝 也难保不是郁郁而终 曹爽笑里藏刀 借小皇帝之首 把司马懿变成又一个邓宇 名为升迁 意在夺权 司马懿因此失去了掌管具体事务的实权 名声暗将 被高规格地挤出了权力中心 司马懿正有些莫名其妙 曹爽则再接再厉 他或许觉得 拿邓宇的待遇对待司马懿 规格还是低了 随后又打出了三连机养老政策 入殿不屈 暂败不明 见旅上殿 干脆把司马懿的待遇规格提升到和西汉初年的众臣萧和一个档次 司马懿的家属也享受到了诸多利好 嫁娶丧葬费用都可向朝廷保销 封其长子司马师为散其常侍 其与子弟三人为猎侯 四人为齐都尉等等 表面上看 司马懿作为一个臣子已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礼遇 恩宠无以复加 但是司马懿却恍然大悟 好你个曹爽 看着整日笑嘻嘻的一个憨包 原来是想把老夫架在火上烤啊 他心里很清楚 曹爽这一顿胡萝卜加大棒的操作其实在变相告诉自己 你老都这么大把岁数了 朝廷的事就别掺和了 安安心心回家一养天年 朝廷自然会善待你和你的家人 司马懿虽然猛然醒悟 怎奈曹爽的攻势来得太快 自己落了后手只能被动防御 真主之下肯切表示 赏给自己的自己拿着 但赏给家中子弟的推辞不接受 算是亡羊补牢打了一手太极 曹爽认为不能把司马懿逼得太紧了 因此也退让一步 第一回合初次交锋结果 司马懿荣生太父 失去了政治实权 有苦说不出 只是如此 还不足以让曹爽满意 因为司马懿这个太父 仍然持节统兵 都督诸君士如故 换句话说 司马懿还掌握着中央禁军的部分兵权 曹爽紧锣密鼓 接着打出一记诱呼拳 着手剥夺司马懿在中央的兵权 曹魏京师洛阳的中央禁军 主要分为三支 首先是五位将军 起源于曹操的保安团 第一任的五位将军 便是大名鼎鼎的徐楚 五位将军的军队 属于禁军中最重要的一支 一般来说 非绝对信任之人 是不会得到这个职位的 曹爽之前就担任过曹锐的五位将军 现在的五位将军 由他的三弟曹逊担任 其次是中领军 资历威望高者 晋升为领军将军 职责相同 这个职位是禁军中的最高统帅 名义上总统所有城内军队 当前的领军将军是蒋济 最后是中护军 与中领军类似 资历威望高者 晋为将军 职责相同 这个职位既掌握着护卫洛阳城的兵权 又有选拔控制中下级武官的权利 不仅容易受贿 还能动用人士特权 培养自己的力量 中护军本来是中间派避鬼 后来则被换成了曹爽的表弟 夏侯玄 五位将军曹逊 与中护军夏侯玄都是曹爽的人 只有蒋济不是 蒋济是曹魏元老 不满曹爽专权 所以更加偏向司马懿 所谓司马懿掌握的部分禁军 即是领军将军蒋济的这一支 蒋济站队司马懿 很大程度上是为曹魏江山着想 不愿意做事曹爽独断朝纲 乃至窃夺皇权 在他看来 为曹魏任劳政院数十年的司马懿 才是真正的忠臣 才是小皇帝曹芳需要的辅政大臣 曹爽看老帮菜讲记不顺眼 正是三年七月顾忌重施 把蒋济也遵了起来 让他补了司马懿升任太父后 太尉岗位的空缺 并让二弟曹熙取而代之 从而把中领军这一支禁军 也攥到了自己手中 至于司马懿 干脆继续打发他去前线带兵 离中央越远越好 而且司马懿毕竟年纪很大 万一要是风餐露宿死在征途上的话 就更加完美了 至此 曹爽不仅挤走司马懿 独占中央政务的决策权 还把至关重要的中央禁军军权 牢牢控制住了 政权军权急于一身 曹爽在曹魏的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说当初两人处在权力争夺的同一起跑线 那么开头这几步 曹爽已经远远将司马懿甩在了身后 由此可见 曹爽及其党羽的手段颇强 司马懿的这个对手并不简单 然而痛定思痛 在逐渐平稳了心去之后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开始思考破局之道 这一回合他已经连挨两记门拳血条见底 面对来势汹汹的曹爽 是硬拼到底还是另谋出路 司马懿一声不吭 甚至没有一句怨言 离开中央继续承担起曹魏军事方面的重任 仿佛这位年过而顺的老翁已经彻底心灰意冷 奔着为国家献身沙场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大忠臣道路 当他的大魏诸葛亮去了 曹爽也是这么想的 可司马懿自己不这么想 复仇的火星已经在他的心中深深埋下 只等着有朝一日迸发燃起熊熊烈火 曹爽小子 你要玩 老夫陪你慢慢玩 浣海浮沉这么多年 司马懿深知一步满步步满的道理 他明白 第一回合的交锋 曹爽占了先机 自己再怎么努力也难挽退市 与其做困兽之斗 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此其为司马懿苦心孤意的 以退为进的谋略 善战者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 战场如此 政坛亦如此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司马懿也不愿在败局中突然挣扎 他的打算是重开一局 做好万全准备 卷土重来 你曹爽不是想让老夫领兵打仗 远离朝堂吗 老夫就打给你看 朝堂上失去的 我在战场上照样能补回来 热心的敌国小伙伴们 似乎看到了司马懿的需求 前赴后继给司马懿送人头 送温暖 正是二年 司马懿大破东吴 于三州口之战 击败了武将全从 朱然等 斩护万语 正是四年 再次难争 东吴威北将军诸葛克 面对打野数十年 发育完全的司马懿 直接闪现 逃回老家 而后司马懿又在邓爱的建议下 大兴屯田 广开水渠 开垦良田外渔情 怀北一带曹魏势力得以大大增强 司马懿的威望 不减反增 离开朝堂之后的司马懿 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局 实际上 这一次态势逆转 他顿入暗处 韬光养晦 身处名处的曹爽 反而陷入了困境 司马懿利用自己 在世家大族中的影响力 暗中煽动舆论 将自己塑造成收到曹爽政治迫害的可怜老人 而曹爽自然而然 成了众人眼中利欲熏心 想要只手遮天的跋扈全臣 遭到了多方议论 曹爽毕竟年轻 三言两语可能当耳边风过去了 但长期听到旁人认为 自己只会玩弄全数 而不务实的指责 心态开始慢慢失衡 他见司马懿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 着实有些眼热 也想立一些军功 巩固自己的统治 把反对派的声音压下去 看来看去选择了蜀汉下手 作为对抗蜀汉的前沿阵地 雍良一带非常重要 司马懿就曾经担任雍良都督 当下雍良都督照眼年老 屡次要求告老还乡 曹爽抓住机会 无非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雍良都督这个职位 并安排给了自己的表弟夏侯璇 夏侯璇此前一直担任着中央三大禁军中的中护军 曹爽为了军功将他从禁军调往前线 本意是让这个表弟替自己争些脸面回来 却没有料到这一调动在日后竟然成为了与司马懿相争的关键因素 政治讲究平衡 曹爽赢得了一系列政治斗争的胜利 但朝中已经开始产生不愉快的声音 许多世家大族都显露出对曹爽独断专横的担忧 曹爽安排夏侯璇出去 就是为了立下威望 镇压这些声音 雍良一带许多将领都曾跟随司马懿征战 算是司马懿的势力范围 曹爽将雍良拿下 必须得做一点表示 否则吃相太难看 对舆论不利 毕竟曹爽和司马懿还维持着基本的平衡 没有公然撕破脸 于是作为权力置换 曹爽让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施 接任中护军 曹爽年轻气盛 想搏一把 司马懿不声不响 抓住他的软肋 反隔一击 本来完全退出中央进军系统的司马家 得以卷土重来 再次占有的三分之一的席位 曹爽手下确实有些人才 但这些人搞阴谋拳术是一把好手 打起仗来就不行了 再加上蜀国坐拥山川之力 又有王平江维等名将领兵 曹爽自然讨不到便宜 司马懿展现出了他老辣的一面 他军事经验丰富 知道此次攻打蜀汉 必然落不着好处 所以明知道曹爽肯定不听 依然劝说曹爽不要出兵 其实暗中拿捏住了曹爽的心态 让曹爽没有台阶下 目的就是激将 越不让他去 他偏要去 结果不会改变 同时还能落个 未卜先知的好名上 何乐而不为呢 果不其然 正15年 曹爽一派征伐蜀汉的军事行动 已失败告终 曹爽偷鸡不成18米 名胜是唠叨了 却是一片骂名 曹爽心虚 对司马懿更加畏惧 变本加利 不断挤兑司马懿 两人就朝内外的正式军事 爆发过多次争辩 司马懿虽然每次主动示弱退让 但事实证明 司马懿的才能和战略眼光 实在曹爽之上 每次的判断都准确无误 如此一来 更坐视了曹爽飞扬跋扈的行径 欲要使其灭亡 必已先使其疯狂 曹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落入司马懿的构中 司马懿与曹爽第二回合的交锋 其实已经不声不响的开始了 正是八年四月 司马懿的老伴张春华病死 司马师一致守孝去了 曹爽看到机会到来 趁机剥夺了司马师中护军的职位 并对司马懿展开总攻 其中一个重要举措 便是把郭太后迁到永宁宫 断绝了和小皇帝曹芳见面的机会 将郭太后这最后一根司马懿 歇进权力中枢的钉子拔走了 郭太后是曹瑞正妻 与司马家关系莫逆 她对曹芳有肩负权 对曹爽的最终决策 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今被赶出了权力中枢 标志着司马懿 对于权力内部的所有消息 与影响力完全失去了 第二回合的高潮来临 面对曹爽的猛攻 司马懿似乎再一次多了下风 而且这一次曹爽明摆了下决心 要将司马懿在朝中谨慎的势力 也彻底铲除 难道这一次司马懿 依然只能任人宰割吗 身为一代枭雄 他如何力挽狂澜 扭转危局 在我面前耍花样 太难了